今天的视频很特别很特别 它是日本超灰暗且硬核的一部动画 你最好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才能看完全片 它被称为2018年最为黑暗的动画 恶魔人Crowave Baby 那么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看看它到底讲了什么 友情提示 本期解说只针对剧情内容和幕后解析 最不健康的肮脏画面已经剔除 胆小的人也可以很放松地进行观看 故事开始出现了一段旁白 爱并不会存在 所以也不会有悲伤 原本我是这么想的 小蓝还飞鸟鸟 纯粹在一个山头 直到有一天是不动鸟唤醒了它 就此两个男孩度过了快大的童年 不动鸟从小就是个爱哭鬼 但是它却特别的善良听话 有一次鸟对一只死掉的流浪狗哭了好多天 而鸟不明白 对它来说死亡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落则死亡根本就是最正常不过的事 所以不必悲伤 但是鸟却说 鸟你也在哭啊 鸟很久之后才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十年后 鸟的医生父母常天在国外工作 所以他被借助在牧村家 现在鸟和牧村家人女儿牧村美树 一起在神钢学院学习 两年都加入了田径社 美树跑的贼快被称为天才田径魔女 这一新闻报道 日本田径精英纯一 惨遭杀害的新闻 而他死前曾与同队的好友星田 参加过一个叫安息日 自称是恶魔崇拜的神秘派对 看了这个新闻 善良的鸟冷不住 为失去好友的星田而哭泣 然后星田本人不仅没哭过 还血腥地杀了自己的教练 那天放学后 美树跑到河边散心 结果被三个西娃混混骚到 这时跟踪来了鸟 就让他们别这样 眼看矛盾一触即发 可随后已经成为 美国大学教授的鸟 进来来了 他恶话不说就把鸟给带走了 鸟说上个月 菲吉拉教授在亚马逊研究恶魔 然而一天 菲吉拉被恶魔附身了 于是 他的失去自我意识之前 自然了 而烧成太后 菲吉拉的重量 是他生前的两倍 其实恶魔在远古时代就存在了 他们没有情感 却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他们大部分没有实体 只能和其他生物结合才能存在 因为恶魔拥有保持人形的技巧 而烧推测 只要不屈服于恶魔的意志 就能在保持意识的状态下 获得恶魔的力量 为了要证实这个推测 烧希望最善良的民 可以再尝试这个实验 但是真正会让烧把朋友推出来 还是官方的目的作为 他们已经知晓了恶魔的存在 也证实了最近频繁发生的灾难事件 就是恶魔阴气的 可是 却能就不愿意告知民众 了只有明这个最可靠的伙伴 于是明不想辜负了的性能同意了 于是小带着明进入了安息日的派对 派对里一群年轻人疯狂地实行奋要 场面一片混乱 虽然这里恶心至极 但是还不足以把恶魔吸引出来 恶魔是血 所以为了吸引恶魔现身 了竟然用打破的玻璃瓶在现场到处刺人 还说 反正都是一群人渣 死有余故 最后在这群人反抗的同时 因为血液 因为暴力 因为黑暗恶魔终于现身了 他们附身在现场的一些人身上 激情怪状的 什么都有 他们轻易地把脸吃掉 场面瞬间变得更加黑暗 这时明看见了了被恶魔围攻 着急地想要救他时 有一只恶魔对他张开了血盆大扣 当而要被吃掉的那一刻 一位名叫安孟的恶魔却突然降临 安孟用明的身体轻易地杀光了在场的恶魔 等到第二天 明醒来后已经记不清昨天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变得帅气无比 他可以随意就跑出比机车还快的速度 而且力大无比 但是维持这副身体需要吃超多的食物 明在这天起成为了学校的万能迷 你要告诉明 这是因为明已经和恶魔安孟合体 但开始维持着人心 所以变成了恶魔人 他的猜测和实验算是成功了 但是目前还有一个情况需要担心 如果明不能压制的话 他随时有可能被剥夺意识 而变成真正的恶魔 只要真相的明选择接受了这副身体 后来一天在饭桌上 明和美术一家人一起吃饭 美术的母亲说宝璇寺的住持 前不久刚有了孩子 但是现在失踪了 这时美术的第一就说 可能被恶魔抓走了 在一旁听的明突然泪流成河 原来 截命变成了恶魔 他的爱哭为敌人担心的性格 能就未变 夜第一 了继续带着明去寻找恶魔 他说想将恶魔的真面目公布于众 恶人在破工厂找到了三个恶魔 他们刚把抓来的一个男人吃掉 明看到其中一个恶魔手上 正戴着住持的手表 就知道住持也被他们吃了 愤怒的明一马变身成恶魔 手撕了他们三 然后这事料 发现有名记者在偷拍 但为时已晚 记者已经拍到了明的变身过程 并兴奋地逃吃夭夭了 明有点心慌 这事料却及时抱住他 安慰道 放心 我去帮您抢回来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第二天一早 明去商场买食物 他在售后员面前试探了许久 想看看自己是恶魔人的视频 有没有流出去 然后他去百度 也没有搜到有关他的任何新闻 然后用高科技找到了长期的信息 他带着明去到贫穷的长期家 把卢相带给取走了 你走前还嘱咐 唯一在家的长期妈妈 不要动电脑 并给了他一些钱 说是给他装修家的费用 一旁的明看到了的做法 很是欣慰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 长期还在外面拿着备份 给他老板看 可是他老板并不在乎这个视频 还一直追问他有没有拍到 牧村美术的泳装照 其实这位老板也是恶魔 而且他是恶魔奎梦的手下 而奎梦又是死利奴的手下 死利奴是一位美丽的恶魔 这两位都有可以维持人形的办法 奎梦很喜欢死利奴 但是死利奴苦苦追寻的人 是恶魔安梦 也就是鸿银合体的那个恶魔 现在奎梦通过公司的摄像头 看清了长期带来的录像 这下他找到了安梦 而长期有些气愤地离开了公司后 奎梦派了一只液体般的浅蓝色恶魔 跟上了车 在车上 长期在这打电话给美术 要跟他见面 谈重要的事情 其实 他就想从美术这边了解明 并且想要向美术透露明的真面目 然后电话一结束 这只液体恶魔就钻进了长期的身体 等晚上 美术去了长期的摄影棚赴约 已经被恶魔附身的长期接待了他 因为下雨 临时的美术一到就先去洗了个澡 可之后 这只恶魔又附身到了美术的身上 这时 明进了摄影棚 恶魔就想要用美术的身体测游明 结果他的同伴要偷袭明时 被躲起来的料给枪毙了 原来料早就通过高科技 听到摄影棚里的对话了 当液体恶魔想要逃跑 明自然经意的就追上了 随着明吻上了美术的嘴巴 把他身体的液体恶魔给吃进了嘴里 明当全身难解火焰 硬是把这恶魔的水分蒸发干了 这恶魔没了水活不下去 赶紧献原形 请求老命 但是明拒绝跟恶魔做交易 狠心的将他杀死 虽然明对恶魔没有任何怜悯之心 但不代表明对人类会自本残酷 再叫质问醒来的长期 还有某其他视频备份 长期说没有后 梁却还是杀了他 回来的明看到这一幕后 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无法忍受对人类生命的漠视 老的解释是 不能被任何人知道你的秘密 不能让任何看到我们的人活下去 而在这一晚 连长期的妈妈都死去的 因为妈妈忍不住去点开他的电脑 可电脑却爆炸了 而梁甚至还想杀了美术 他给明两个选择 要么和他一起活下去 要么和美术一起死 两人争执不下 这时 明的妈妈给他打电话 并留言说明天回国 因为这通电话 两人的矛盾暂时放下 明把美术安全地带回了家 但美术对发生的一切都没了记忆 明和美术一家人 结了隆隆的吃着饭 明倒了一带会动的 采鱼片在碗里 美术的弟弟太郎 就好奇地问他们 什么会动啊 于是明就饿出去了 吓他说 因为他们还活着啊 正痛苦地挣扎着呢 就像小时候爸爸骗明一样 明的父母常年在外工作 但是每年都会给他系鞋子回来 衣柜的鞋子已经叠得很高了 明拿出了一双来穿 去机场接妈妈 等了需旧 却等来了妈妈的电话 于是两人去了电话里 说的地址仓库 然而 进入7K的仓库 明的妈妈就说自己已经死了 让他别靠近 随后又传来了明爸爸的声音 远来明的爸爸被恶魔附身了 虽然他爸爸还有一点意识 但还是阻止不了恶魔 控制自己的身体 把妻子给杀了 这恶魔还把杀的 所有人的脑袋给挂在身上 一次享受他们的哀嚎声 明上心急的 他变身恶魔 他试图想唤醒爸爸控制身体 让恶魔直接把他爸爸的头给砍了 伤心欲绝的明直接杀了恶魔 而这次猎杀 是明最为纠结的一次 以为恶魔知晓明的性格 所以一直试图用人类的头颅 来遏制明的行动 最后如果不是母亲的一句 来吧 明 想到明清楚杀死恶魔 是唯一救赎妈妈的办法 他们这次行动 已经没有任何解救的办法 唯有救赎 这一次经历让明更加痛苦 明明身为恶魔人 明明有了强大的实力 可却还是没办法拯救自己的父母 明的情绪逐渐变得有些消沉 但是 他却还是在美术面前 表现得很正常 而新人物黑田美术 是木村美术的同学 他也是田径队的 从小很努力地在跑步 但是他跑不过木村美术 更讽刺的是 他也叫美术 但是大家在意的只有木村美术 黑田在家楼下种了一片的花 每天都细心地呵护他们 每天路过住在附近的LOP清点 简太喜欢上了他 因为他种的花 能给他带来活力 终于 简太用LOP的方式唱了一首 先给黑田的歌 这歌唱出了他的心声 黑田也对他诉说 一直赢不过木村美术的苦恼 这天夜里 简太带着黑田参加了安息热派对 黑田一直想来的 因为听说来过这些人都变厉害了 黑田吃了派对上的药 但是简太没有吃 所以简太被派对上的恶魔吃掉了 这个派对成功了 让黑田变成了恶魔人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跟木村一较高下 而父母被杀了名 心里对恶魔的恨已经难以压制 了之一次 让他去放纵一下 蓝额一直寻找安梦的恶魔 斯蒂努就在红灯区等他 斯蒂努一见到他就拉着鸣想要缠绵 斯蒂努等太久了 想要抢他的安梦拥抱他 斯蒂努出现恶魔的原型后 鸣就恨意上头 大战三百回合后 鸣把斯蒂努打得还生一口气 奎梦看见后 非不过他变身原型 他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和力量给斯蒂努 就为了让他享受一下打赢安梦的感觉 斯蒂努惊讶地问他为何要救他 奎梦只说 斯蒂努就算浑身吸血 能救如此的美丽 这样的爱情看起来就像甜狗一般 但却又不是 得到女神那口的奎梦绝不是甜狗 而是胜利的男人 奎梦自尽的那一颗斯蒂努与他合体 斯蒂努一击就把鸣给打到了 但是鸣疑惑 鸣可以轻易杀死他的斯蒂努 怎么又不动手了呢 鸣昏了过去 醒来后他被疗找到了 鸣这才知道 原来斯蒂努给他最后一击的时候 也就死去了 他与奎梦的高大身体 相应地地战烂 斯蒂努的眼上流露着胜利的得意 看到这座尸体 鸣惊讶地感受到 原来恶魔也会有爱 可是鸣明明告诉他 恶魔是不会有感情的 可是鸣可以很确定地说 这就是爱 鸣可以察觉到人的情绪 但是鸣却不同 他正在安排一场极为残酷的屠杀 想要告诉世人 这个世界真的存在恶魔 这是恶魔人1到5集的剧情内容 后续剧情我会尽快制作 想看的同学在评论区留下 想看或者喜欢给点动力支持好吗 我会加速进行后续的全部内容 让你们一次性看个过瘾 而后续的剧情 才可以说是恶魔人的真正精髓 导演唐浅正明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画家 相信很多人都看出 恶魔人画风和常规的日本动画画风 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个导演从来不会走寻常路 并且特别喜欢看到 人类人性这个层面 四叠半神话系列 日本沉默2020 寻搞黎明的陆之歌 存销古短少女前进版 这些知名的动画 都是这个鬼才导演之所恶成 并且 让你更加不敢相信的是 这部2018年5月上映的动画 是改编自48年前的漫画 而这部漫画 则是开创了黑暗成人漫画的先河 这些火爆全网的东京实时鬼 也是深受这部漫画影响 我是少年 一位迷人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